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医生需要按 进入第一次诊证的版面 可以的, 你先拿一张身份证吧 好 李先生, 你看了大腸癌西茶先途计划的资料没有? 看了 那你看一下, 有没有这些身体状况 是不适合做西茶的? 没有 好, 让我和你解释一下这个计划 大腸癌西茶其实就是为了表面上健康没有明显症状的人 透过一些简单的测试去找出已经有或者较容易患病的人士 让他们可以及早医治和提高治疗的成效 因为早期大腸癌是未必有明显的症状的 就算大便大血, 肉眼也未必能看得到 我们就是利用大便隐血测试, 将大便大血的情况找出来 稍后我们就会给两支彩便管理回家留大便 大便样本由开始彩便那天起计 四天之内就一定要交到指定的样本收集商 接着就会有专人送去化验 不过你要因时间 因为收集点只会在平日的办公时间才开放 还有, 如果大便测试结果是呈阴性的话 即是大便没有血 我们就不会特别打电话通知你 即是没有通知就没事了 没错, 但你也要继续留意大便有没有明显的改变 例如阿血, 含大量的黏液, 暴瘦等等 如果有怀疑的话, 就应该尽快看医生 就算没有症状也好 每两年都要重复做一次大便隐血测试 因为大便隐血测试和其他所有的西茶测试一样 不是百分百准确的 加上问题也可以在西茶之后才出现 如果结果是阳性怎么办 如果结果呈阳性的话 即是大便隐血 我们就会打电话叫你回来 详细地解释个测试结果给你 还有安排你做大腸镜检查 用仪器直接看大腸壁有没有问题 所以你要将最新和正确的联络资料留给诊所 让我们可以第一时间通知到你 明白 那你还有没有其他问题 没有了 医生评估参加者身体状况 适合接受西茶之后 需要在 Matically fit for screening 一行 take yes 的方格 视乎需要医生可以在Note方格内 选择填上相关诊证资料 之后医生需要按 Print Consent Form 列印同意书 一式两份 你刚才在后诊室 是不是都看完内容和明白了 是的 你看一看同意书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请问你在这里签名 好 谢谢 这一份是你保留的 这一份是我们留底的 醫生再按 Confirm Enrollment and Print Lab Request Form 列印化驗表格